刚才又幅度跳动了几下,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看到那个飞碟,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但是飞碟这个地方总有阴影,总是有阴影在那边 总是飞碟在这边,总是有阴影在这边 然后再一看那个下面,下面好像是湖泊 下面好像是湖泊,这边有阴影 这边下面有湖泊,不过它有个小船 这边有个小船,这个不光临临的水面 但是那个水平面也不对,水面涌的水平面也不对 笔地也不对,这个也不对 好像这里面的机率太窄了,不对 笔地也不对,笔地也不对 这个地方好像是在放电影,宽荧幕 就是说笔地也不对了,电影是这边长了,这里短了 不知什么笔地上,反正那个宽荧幕在放,正在放 好像在放电影,在放电影好像是,好像是放电影 那个电影也不是太正确 再正确,介绍我们这个年代 这个年代曾经发生过的一些,同太空有关的事 正在放电影就是太空有关的事 也不叫是太空有关的事 就是从我们现在这个年代有关系的 有关系的,同外星人有关的事 好像动画,现在我看看好像动画 好像动画,不管是真才假 好像今年会有几部设计到外星人的电影 会出来 但这一次从原来那不一样 更接近于真实的故事 以前都讲了,陈瑞是天花乱罪 陈瑞是天花乱罪 这一次就讲得比较谨慎 拍那个电影来讲,描述的时候比较谨慎 比较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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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饭完的时候 饭完的时候 饭完的时候 好像一闪了,虎台一闪有人走出来 有个人走出来 有个人走出来,好像是我 好像是我 可能有一些那个扮相表明 那个作品来自于这里 人家不像以前那种什么星球大战 星空大战之类的 把外星人描述的邪欧比这样的 这一次就把他讲得很客观 描述的很客观 人家看见以后 心里很平静 也觉得很沉重 沉重的是 我们竟然不知道何物质有这么大的危害 不知道何物质有这么大的危害 很平静的时候 中文人认识到外星人 原来一直在保护我们 原来我们以为人类生活在孤岛上面 有时候遇到大灾难的时候 叫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好像是这样 这一次好像看到了 人同自然之间的和谐 好多情况之下 是由外星人来帮助我们地球度过难关了 所以人家默默走出 这个地球 感觉更爱这个地球了 感觉更爱这个地球了 看它进入 好 知道了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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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